大家好,我是Stan 有关Kujunio大S的消息 再次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异味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小S在主持的节目中提到的事情 他就跟我说 他现在可能是交到男朋友了 而且那个人你认识 我就说不会是他吧 他就 然后男生就说 原来他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很深的位子 他们当时在最相爱的时候被迫分开 所以他们彼此双方都留了很深很深的遗憾 然后看到这个内容的大S前夫王小飞 今天凌晨在微博发文 是吗?你早猜到了 什么时候?是不是今天药又吃多了? 每天就你帮搭换 有完没完 第一,我没喝酒 只是没完没了的 第二,我的孩子在台北 我已经很妥协了 第三,你姐都没说什么 你天天的跟这儿嘚瑟什么呢? 为了我的孩子,别欺人太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为了孩子着想的话 就不该有外遇 再怎么政治理念不同 毕竟你们的护照颜色还是不一样 最起码也要尊重一下自己的老婆吧 现在许席源没有出现在媒体面前 妹妹为了不要有八卦产生 所以才会一点一点透露消息 姐妹俩的关系非常好 姐姐不愿意的,妹妹也不会说 而且又不是在说有关前夫的事情 是她自己在发作而已 看姐姐这么幸福 换作我也会这么高兴的 而且跟前夫也有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对方如果看到我们快乐而生气 说实话会更有趣吧 这两个姐妹感情特别好 不需要担心 在YouTube看了妹妹的采访 觉得是非常聪明 该说的不该说的话 会分得很清楚的人 都已经离婚了 前夫跟前婆婆废话还这么多 但是也是有很少数的网友留言 感觉这妹妹的话有点多 而对于汪小飞的微博发问 小S回应了 对于小S在节目中的发文 与汪小飞的微博发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流泪的奶奶董们 欢迎大家订阅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